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想要教大家用一個啞鈴 就可以在家裡全方位的打造我們的臀腿肌群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堅持著持續短練 非常有機會在家裡就可以練出很好看的蜜桃臀 那如果你是男性朋友的話 你們知道現在性感的翹腿非常的夯 男生女生都可以按照這個菜單 跟著我一起練下去吧 那在啞鈴的選擇上呢 如果你是有訓練經驗的人 建議讓你感到稍微吃力一點點的重量 你可以拿6到10公斤 那如果你對於深蹲跨步蹲等等 其他基礎的動作還不熟悉的話 建議先不要拿重 先以熟悉動作為主 大約抓2到4公斤就OK囉 這一組20分鐘的運動總共會有三個部分 分別是暖身 組訓練還有伸展 那首先我們會先做一些暖身的動作 先幫我來到瑜伽墊 準備好開始了嗎 慢慢的用兩手 爬到一個平暖姿勢 一腳跨一大步 右手延伸穿過身體並往上 重複兩次 再次換腳 盡量將我們的寬部下壓 那下一個動作 給我一個寬站的深蹲 將你的兩手把膝蓋打開 前彎的時候吐氣 重複這個組合 接下來我們會做土手的 深蹲還有肩推30秒 正蹲下去的時候 用兩手碰一下地板 上上起身的時候 往上推吐氣 最後3 2 1 很好 全身有稍微暖起來了 接著我們拿我們的啞鈴 第一個動作 會是我們的高腳背深蹲 再加上微微的墊腳 那在拿啞鈴的時候 我們的雙手的手掌是朝上的 雙半身作為支撐 讓屁股緩慢的下降 起來的時候 讓我帶一個墊腳的動作 保持身體的平衡 最後5秒的時間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接下來會是深蹲的變化型 輪流的深蹲 我們輪流的往側 跨一步 往下蹲 起來的時候回到中心的位置 接著換腳 你要注意的是 當我們在做動態的 深蹲變化型的時候 然後我們膝蓋還是要保持穩定 盡量讓我們下降的時候 鼻子吸氣 起來的時候嘴巴吐氣 然後我們會做 測試骨 現在就可以發展 照顏色的一塊 如果要是用力的 在爬上的一塊 就要先做一塊 然後我們會用力的 在爬上的一塊 然後我們會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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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塊 把握頭的一塊 然後我們會用力的 然後我們會用力的 這個動作我們會分兩腳輪流來進行 我們先從右腳開始 左手拿一個啞鈴 這是做側跨步蹲的動作 感受到側邊的臀肌 起來的時候用側臀 還有大腿前側的肌群來法理 要注意我們的上半身還是要保持微微的挺直不要脫背喔 休息一下待會我們直接換邊 所以盡量讓我們的啞鈴是往我們對邊的腳靠近 多多的用大腦來連接到我們側邊的臀部 可以的人盡可能的下蹲多一點點 不要再耳骨 會不會再耳後 站住 好 會長棒 来一会的这个动作是慢速的相扑深蹲 相扑深蹲的站距会比一般的深蹲还要再宽一些些 想像你是个相扑律师一样 那么两手拿着哑铃 用你最慢的速度下降 可以在心中数个四到五秒 在最底部的时候 你会更多的感觉到臀腿的肌群 那一样起来的时候 鼻子吸气 额心保持张力 就是吐气提升 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稍微快节奏的哑铃硬指 让我们的两手横拿这颗哑铃屁股往后推 跟深蹲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并不会刻意的弯曲 感觉到我们大腿后蹭还有臀肌 然后注意我们的重量尽量沿着我们的膝盖下降 最后五秒 三 二 一 很好 接下来是哑铃分腿蹲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先从左脚开始 当左脚在前的时候 右手拿哑铃 左手可以延伸出去 让身体保持更多的平衡 运动过程中 要注意我们是直下直上 如果你的重心会往前的话 可能你的站区太窄咯 来不休息 直接做抬腿的动作 下蹲 接着 后脚 抬起来 20秒 很快地休息一下之后 我们直接来换边进行一样的组合 最后三秒 记得待会 的动作吗 我们不休息 直接接着做抬脚 身体会更容易晃动 是正常的 尽量保持专注 如果不稳定的话 马上调整 非常棒 紧接着下一个动作 我们会做后胯部 以及侧部蹲的组合动作 先从一脚开始 所以我们后脚的方向 是先直直地往后 接着往侧后做延伸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多脚位的 再更多地刺激我们的臀肌 I know it's selfish 来 我们直接换边进行 已经开始累了 我知道 坚持一会儿 来 我们最后的10秒 来 那接下来的动作我们会踩稍微窄的占据 大概与肩膀同宽就好了 往下蹲的时候 帮我多停顿一下 接着起身 中文字幕提供 那休息的时候可以帮我把哑铃放到一边 下一个动作会是徒手的囚犯深蹲 我们两手可以放置在头部两侧 做快速的深蹲下去之后 起身做一个转体 让我们的手肘尽量的靠近对面的膝盖 吐气 来倒数321很棒 那接着帮我仰躺在我们的瑜伽墊上 把你的哑铃放在骨盆的上方 可以用两手固定 下方的脚柱为支撑点 上方的脚抬起 将我们的重量尽可能的往上抬 收缩我们的臀肌与高点慢慢下降 如果你感觉到加上哑铃还困难的话 也可以先以徒手来进行哦 那待会我们在做最后一下的时候 我们会做10秒的停留 开始 一直维持在高点 感受到臀肌 3 2 1 很好休息 来不要想太多 我们直接换到另外一边 那尽可能的在动作过程中 不要让我们的骨盆歪斜 也就是不要让身体歪斜 身体都是保持正直的 多用大脑连接我们的臀肌 来最后10秒钟的停留 开始 非常棒 短短10秒的休息时间 接着之后 我们直接 做双边的 哑铃臀桥 那我们要做1分钟的时间 Push and pull now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Say what you mean and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Giving the run around Thinking I'm gonna drown Head up of water but I'm going down You're so used to getting 盡可能的保持将重量推到高点再慢慢下降 最后的15秒你已经感觉到酸了 加油 那待会在最后一下的时候我们一样停留在高点 这次要撑个20秒的时间 开始 你的表情可能已经开始扭曲 觉得痛苦 最后的5秒 非常棒 以及这样迎来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部分 那我们将亚铃脂肪在旁边 我们要做徒手的侧抬臀 那我们的身体是呈现侧躺 下方的手肘作为支撑点 将身体抬起同时 上方的脚顺势地打开 你会特别感觉到下方的臀肌在酸 接着不休息 直接接着做抬脚的动作 全身的肌群都在发力 尤其是我们的腹部核心 还有我们腿部的肌力 最后三秒 直接换边来进行 最后一下帮我停留在高点直接做抬脚的肌群 做抬脚的动作20秒 加油 最后五四三二一 接下来我们进入伸展的时间 先做一个上犬式 轻松的左右扭转的上半身 两手一推 让我们的脚跟脚上地板 两脚可以轻松的动一动 接着一脚往上延伸 来到右手的外侧 向上的这去做伸展 前弯的时候吐气 接着右手打开 你屁股稍微的回来一点 停在这边 右脚做完之后 我们换左边来进行 左脚向上一抬 来到左手的外侧 两手延伸的时候 把宽部下压 吸气 前弯的时候吐气 接着手向侧的打开 停在这边 好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 做完这一组蜜桃屯训练之后 觉得自己变得相当的性感 感觉S曲线都出来了 有没有 如果有完成这套运动的话 给你们一个赞 OK 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个心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